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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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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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理的协议的规则手决当中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卡东维茨的第24届订阅国大会已经做了大约90%的工作 但是当中还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要能够解决 但是欧盟一定会加以贡献确定说我们在格拉斯科的这些规则能够完成 最后有关于气候融资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2009年的宣誓一定要加以实践 我们相信欧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这是我们其他当中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跟其他国家谈论这些事情确定说我们真正能够达到1000亿 这个是美国精华达成的 有关于其中的一些国家就是你在合作的国家来讲 你觉得现在欧盟还有美国之间的合作什么样子呢 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决定要曾经下入巴黎协议 而且把这种气候变化的工作放在我们疫情的最首位呢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加化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有可能有关于国内的政策 还有国际政策上面都能够强化我们的合作 我们跟凯瑞先生还有就是金卫人先生的合作是非常的好的 当然我们在两周之前我们有做这方面的对话 那么拜登政府也跟我们交谈了很多的这种意见 我们要谈到如何帮助这些第三者的这些国家 然后就像我讲了我们要在2030年要有雄心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能够彼此学习 知道如何能够得到最有成本效力的方法 那么你们觉得目前我们要怎么样跟中国合作呢 当然在很多的条件上面我们跟中国的合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所以不管怎么样 尽管说我们在政策上面大家的意见不一样 我们绝对要合作 这中国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尝试与他们进行比较务实方面的合作 中国已经做了到2060年的宣誓的工作 他们希望能够在2030年能够达到碳中和 那么他们另外也做了更多的其他有关于煤炭的这种承诺 当然中国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因为它目前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当然我们也会继续跟他们进行交谈 这样来够确讨说每个人都能够尽最大的努力 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打造巴黎协议所提到了两度C的要求 而且能够限制我们的这种软化能够维持在1.57内 好的 那么你这个发展为主轴 你认为我们现在在Code26上面的走向是如何呢? 你觉得你的希望在哪里?就某些方面来说这算是输赢的一场战争吗? 那么我想说你Code的会议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认为我们现在Code的情况如何呢? 我想首先来说跟我们以一年前相比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进步 我讲的是所谓的各个国家的宣誓 在2030年的气候的中和的部分 当然这些宣誓 我讲的是关于宣誓还是要加给承诺的 但是呢我们我们必须要征集力行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还没有做这些承诺 而且也没有达到巴黎协议的目标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炫服那些还没有做承诺的国家 要炫服他们能够与巴黎协议达成了一次的故事 确信他们能够在Code26之前做这些事情 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情况还在格拉斯哥之前做的还可以 当然很明显的我们还有三个字的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其中我已经说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就是国家贡献 所以现在全世界已经往重要的走向在前进 第二我们有关于就是碳市场 还有关于透明度的部分我们的规则 还需要做更加的明显的标示 第三就是有关于气候融资的部分 虽然说我们经历了很多 但是我们说句实话 我们还没有达到百分百 所以我们要确定我们能够完成 至少在未来几年一定要完成 最后最好我们是除了说我们在格拉斯哥的承诺之外 我们希望有一些各行业的承诺 或者是在私人机构也能够加益承诺 也就是说能够以医活组织的订阅和大会 已经推出了我的战略维基 出来做这件事情 让它变得更加的确实 这样的话在观察这种一温西西西的流程 能够制造出我们这些不是空谱说白话 我们能够把这个目标真正的就是 办上台面开始进行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卡内基气候治理商议这边所谈到的主族问题 当然在气候响应的部分 我们重点是要放在减排的工作 这样是尽快做成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清除 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 我们在气候软化的温室在1.5度之下 以这个为主族来说 有些科学家们认为我们还要做其他方法来降温 这个所谓的就是人工干预太阳固设法 也是地球工程法 这当中发含的一些在评论层里面注入气容家 把一些阳光在反照回去太空里面 当然这些方法是很有争力性的 而且争力性还是很高的 我们今年的这方面 还有一些发展 像美国的国家科学院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这是三年的这种地球工程的研究工作 我注意到就是欧洲会议研究中心也出版了一个文献 他们提到了就是欧洲的伙伴可能会提倡就是国际的治理的方向来做这种地球工程的方法的治理 根据提起来说我们注意到这方面有一些实验已经在进行当中 在今年六月份瑞典可以做一些实验 而且后来一般的民众还是非常反正的进行呢 你有没有有关之方面有一些比较概念性的看法呢 我认为周深有帮助现在我们要想这些事情 万一我们在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周深情况工作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讨论 但是 首先就是 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小心的话 会有人家的问题 有两个原因来说 首先就是 我们绝对不可以变成这样的情况 把这个当成无行动的借口 有人说 哦 你看看我们走到无路的时候 竟然就会有一个解决方案了 那通常常会有人说 人家老师不想说 我们可以采取最后一招 要最后转会是有办法的 当然这是其中的办法 那么我们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有关于科学的问题的部分 这边的里面牵扯到很大是政治上面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做呢 这个这个要由谁来负责呢 所以这些问题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谈到群组 有关于这种减缓工作的治理部分 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了 那么在发离嫌疑之前 我们有很多的 发很大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结论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知道这种京都议定书 它是很大的方法 就是由上往下的方法失败了 所以我们现在由上往上来想 希望这个人能够成功 尽管如此 这种多国就是多方的治理的问题呢 还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个有关于辐射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样会很复杂的 当然我知道还有其他的方面 像说有直接攻击法国货法这些等等的方法 当然我们要让科学家们做这些事情 但是不能把它变成我们分心不专心减排的工作的这种借口 就像你刚刚所建议的 这些方法对它的风险但是有潜在的好处 但是现在的根本是在如何在我们的风险 有各种目标去找到平衡呢 我们在这边的工作就是也能够把这种治理 用比较广荣的方式在国际环境里面把它解决下来 然后用比较公平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指导原则来 我们了解它的好处跟优点还有缺点在什么地方 您个人来说就现在的情况来讲 你觉得在世界上有哪种论坛或者是哪些比较适合的方法来开始进行这些讨论呢 或者是我们一开始可以拿一些学习的管理办法来帮助我们收集这种方法 你觉得联合国有哪些流程可以扮演来帮助我们 或者你觉得需要不同的流程呢 我不是很肯定这个联合国的流程是不是适当的软道 我想我要做的事情是我会来负责来找到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会请求学术界或者是科学家们来找出准备一个蓝图 然后再做一些研讨会或者是比较小型的研讨会来尝试 让我们来熟悉这些方法 那么等到大家慢慢的熟悉之后 我会把这个来到政治的这个程序里面 那么这当中有很多关系的领导者 这样的话 做这件事情再把它放到这种多方的系统里面 如果你太早做这件事情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提早就是会流产的一个逆方了 那么你觉得这个实践上面来讲 要把这个变成政治的流程来讲 要把它变成政治流程之前 你就怎么做才会做得成功呢 我想你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先要准备一个蓝图 因为这中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 那么问题问完之后 你要跟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一些行动方 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些事情 像G20或者是G20里面的一些 一小组的国家一起来讨论 那么在专家的管道来先讨论 然后你就开始想说 嘿这开始你起注意力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慢慢的 把它升级到政策上面的阶梯 我想它的进行的方法应该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正义性的 而且非常极端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段的时间 慢慢来进行 也就是所谓的沉水解压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要慢慢的先浮上水面 不要一次就上来 这样的话你会头晕的 我懂你的说法 在这同时我谈到这种 这种治理的框架上面来说 因为我们没有治理的框架 那么现在还是个暖化的问题 非常的紧迫 那有人现在在建议说 有一些个人或者是一小组的国家 或者是他们的行动方 可能会做单方或者是小方的 部主或者行动 也许你可能听过这一次就是 互边或者是互边或者是少数的一群人来做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一样的 换句话来讲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我想这种复方的这种各种小型的国家来讲 它可以提供一个提案 给这种各方的一个论坛里面来使用 但是减缓本身是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你也可以做这种复方的行动 但是如果你要做这种非常极端的方法 来做某件事情来处理气候变化的问题的话 但是当时有很多可能的意图当中 或者是对意图的后果 这种事情在政治上面来讲是非常脆弱的 我想如果要成功的话 一定要有某种的就是多方的这种支持 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不能接受这种后果的 当然有一些潜在的后果的 那么对如果说世界的进入会接受它什么样子 表示说有安法上面的可能后果吗 当然的 但是这同时呢 不有一些就是地缘政治问题 在这同时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能够接受 这种所谓的全球的安法的问题呢 或者是要把进入变化放在地位呢 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是要把安法的整理问题 拿出来讨论呢 当然的这个是更加 比就是光是做气候的讨论问题剩下的困难 因为安法呢也是所谓的领和的游戏 我的安法可能不是你的安法 因此呢很明显呢 这边呢必须要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就是安法的视角来看 但是还有额外的一个原因 我们必须要尝试去能够了解 而且要做多方的管道 否则的话这个会过于敏感了 那么有关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要请专家来做 你觉得你现在我们的做续程度不可能 当然现在呢我们在期待还是讨论早期阶段 你这直觉是什么样子 你觉得说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 什么时候大家才会做好准备 愿意能够开始讨论 认真的看这些事情呢 当然我手上没有一个水晶球 可以告诉你未来是什么样子 但是如果说我们要真正的拿出来讨论的话 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指标 告诉我们说尽管我们大家就是在讨论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达到大理写意的目标 一直要等到这个事情能够了解说 我们现在问题真的很大了 我们已经才会讨论这些事情 目前我们到了一个就是主走点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就是政府军气候变化委员会 他们的工作 我们看看他们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不做 这些事情如果要讨论的话 一定要大家一定要先知道 我们的问题现在很大 我们现在来问你这个问题 有关于就是政治麻烦的事情 还有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这些反应对我们的 大家讨论这些方法会很大的影响的 就您客人来说 你现在面对的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且涉及到国际的这种外交 那么你谈到如果你要解压 要怎么做呢 就你个人来讲 你如何维持这种希望 同时也能够保持这种复实的看法 然后应对这些问题呢 你要开始什么样的哲理呢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是不得不成功的 以我的想法来讲 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下一大 还有未来的几代柱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你不能冒不必要的风险 那么有些时候你觉得有像是西西福斯的这种虐待一样 也就是说你就是滚的这个石头 滚上山坡又要再滚下来 滚来滚去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活着的尝试 就像我刚刚说过 我现在还蛮乐观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 是越来越认真的看到这件事情了 当然呢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有大家要分享这一则责任 那么我们在 问题是在2031年的时候 我们能够变成怎么样 我们当然希望到时候有非常好的新的技术 能够让我们能够应付这些难题 这就是我的思考方式 我们继续努力 那么我希望每一年都会能够有所突破 能够解决更多的挑战性问题 当然没有错的 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决心 而且要有乐观的态度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你一定要这么做的 那么就像我说的 好消息是 在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看到认知上面的 有非常大的越境 如果你看现在的私人机构 他们现在很多的企业 都已经了解这个事情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这种朴玉的情况 但我希望的这个部分 还是真实的 我们的客人大学 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西柱主操 谢谢您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 您当成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也请认know